Leo聊四季 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越南人對上 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邀請賽 邀請賽這次比賽相當精彩 連續入了三場 Viper跟Hair的比賽 這個比賽呢 我覺得打起來算是相當精彩 算是帝國戰爭模式 一開始大家出名是28春 所以一些配置上跟一般的玩法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好處是呢 可以迅速的脫離黑暗style 直接進入封建時代 下射箭場跟瑪雅去潛壓對手一步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黑暗時代那邊農 農還有趕路幹嘛的 你就可以嘗試來玩笑這個帝國 這個什麼 帝王戰爭 帝國 帝國爭霸 這個有點忘記了 好 那一樣這個路也可以吃 那地圖上來說其實跟一般地圖也是差不多的 那這張地圖沒記錯的話應該叫上坡 那上坡這張地圖特點是四處都有這個靈樣 然後金光柱都在這個邊邊角角 然後中間有一些少量的資源 像這個鹿肉啊 這個也算是蠻不錯的 那這一張地圖有個特殊打掃 這個遊蝎人喔 會在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一直把這個村民喔 去遷徙喔 到處下這個魔法 然後去吃這個鹿肉 那有些人會說 欸 日本應該很適合喔 對啊 日本很適合 還有這個蒙古吧 我覺得這兩個都蠻適合的 那其實這個代價就是 代價就是你花100木頭去換到這些鹿肉 那鹿肉的產量總會換到560鹿喔 其實是不太虧的 我覺得可以接受吧 你100木頭換560肉 算掉流失成粉 至少還有500肉 剩450肉之類的 其實你都不太虧了 拉四村去吃的話 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經濟加成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在頂尖的直接比賽的裡面 他們會比較少去這樣做 可能是怕村民被抓掉之類的吧 也有可能 那有些人就比較大膽喔 就是這樣子 沿路吃吃吃吃吃吃吃完一圈 然後再跑去吃中間的 然後最後那四隻村民 然後直接在中間蓋城堡 非常狠的喔 就是從頭到尾那四隻村民喔 吃好吃滿 好 來回到比賽中 那VIPER這邊選擇麻雅 那HERA是選擇越南人 那越南人呢 一開始優勢呢 血量是比較多的喔 36滴血 那VIPER這邊則是35滴血 喔30滴血 不好意思 35滴是什麼 好 血量上有6滴血喔 這6滴血就可以多擋一發的毛病傷害 其實是多蠻多的 所以HERA現在這邊互打的話 其實不虧的選擇 那VIPER這邊則是 轉一些老鷹出來 可以很好克制對手 HERA這邊直接走回了家裡 這邊要靠TC防向 三隻工兵直接分隊 HERA這邊毛病可以直接往前 這應該殺不到村民 後方這些老鷹有點痛喔 HERA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錯掉了一隻毛病 工兵繼續被追逐 正面戰毛跑掉了 老鷹繼續追村民 能追到一隻喔 看起來有機會 HERA的第一川被VIPER拿下了 首殺是有VIPER 拿到了 但是VIPER好像早就拿到了 不知道哪說哪的 不可能我剛剛漏掉了 那HERA很聰明喔 在前方蓋了一根劍塔 要來守一下金礦 他第二塊金礦在這裡喔 這邊比較適合蓋TC喔 那這邊是稍微微一下的 然後面對防守並沒有怠慢喔 還是有做應該的防禦喔 但HERA這邊有點失誤阿 已經損失了四村五村了 村民數損失非常多 這邊因刺猴打出來的傷害非常巨大 HERA這邊聰明損失太慘了 不好意思我看錯了 現在損失三村而已 這個是單位啦 看錯了 我想說奇怪哪多損失這麼村 但是損失三村也是蠻多的喔 在這個模式裡面 而且還沒到城堡市代 那HERA這邊順利擋住了 VIPER這邊進攻 雖然還是損失掉一些村民 但沒有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這還是能接受的 好 VIPER這邊上方攻陰繼續繞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 偷偷在外面吃領養的村民 好 這個就是高聳人了 雖然自己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還是要去 看一下喔 預防對方那邊吃野味吃爽爽 好 VIPER點下地龍 不是地龍時代 城堡時代 那瑪雅打越南的話 應該要首先 最重要就是出老鷹吧 畢竟打 戰錨的話 地龍時代 越南有這個地龍戰錨 而且血量上來說 也是比瑪雅還要多的 雖然瑪雅的工兵 造價成本很便宜 但長期換下來 我覺得對瑪雅來說 都不是一個好消息 可能還是要出一點老鷹 當主力喔 甚至要出這個見兵勇士 或擊兵喔 缺防對方的大象 對 黑拉這邊出大象的話 老鷹會比較難打 但老鷹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 所以黑拉這邊如果不想要輸在 機動性騷擾的方面的話 可能就要出騎士喔 或輕騎兵 但輕騎兵也是打不太贏刺猴的 英勇士啦 喔 不是刺猴 好 這邊點下英勇士的升級 家裡靠村民加上刺猴的輸出 順利收掉了家裡的內亂 再來內亂 還有一隻老鷹再輸出 戳得掉嗎 應該可以再戳掉一村 哇 四村 好 升級英勇士只剩下一點點時間 這裡少量攻擊繼續騷擾 Maipe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還沒到城堡時代 就把黑拉打到不要不要了 兩隻老鷹再度跑進來繼續騷擾 這時候已經升級好了英勇士 升級好英勇士之後 血量會來到55滴血 好 這邊老鷹再度想要打這塊木序 哇 這塊木序也沒有收好 黑拉這邊失誤相當的誇張 沒想到黑拉會這樣連環失誤阿 相當少見喔 這也是瑪雅老鷹爆的一個很難產的地方 大會黃金國在點下 這個老鷹更扯更難產 這邊再稍微直接硬拆 但是騎士出來之後老鷹就不能囂張了 因為騎士的傷害是優於老鷹的 而且血量體質也是喔 那老鷹如果想要打贏騎士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 夾點重裝騎士喔 不然就是出一堆老鷹 數量壓制對手騎士 然後再補下攻擊力喔 二攻去壓制對手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除此之外 又打騎士的方式就是 森綠跟長槍兵 這兩種選擇 這邊瑪雅果然也是有出這個 森綠要來造像騎士 在之前的瑪雅的比賽裡面 我有講錯一個東西喔 就是瑪雅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沒辦法去著想 所以救贖思想這個科技沒有的話 瑪雅對抗對方的火炮 或是工程性來說會比較困難 所以還是要靠瑪雅的這個老鷹喔 去拆對方的工程器會比較適合 所以瑪雅的黃金國科技 跟老鷹的生酒 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好 那 Viper這邊是選擇了3TC開農 但是二級目還沒有點像 是優先把這3TC運轉起來 不想讓自己的TC delay這麼久 但是黑達這邊TC delay更短 只有0...012 12秒的意思吧 但只是單純因為 黑達這邊基因太差了 這邊開TC絕對會斷好斷滿 而且又差一根箭塔 所以沒有辦法去開TC出來 那現在就是 Viper這邊有農的優勢 結果老鷹還爆出了這麼多隻 這是什麼畫面啊 好 Viper這邊直接投資了一個護衛技術 增加一下老鷹的跑速 這邊稍微反打 因為沒有跑速的話 很容易被騎士追上 好 修導員出來 但修導員直接放在寺廟裡 這裡孫女一出來可能會被青騎兵給收掉 好這裡一出來直接招翔 直接用勞鷹燃翔擋住一條路 但是青騎兵直接從左邊串了過來 收掉一隻孫女 但正面的勞鷹數量還是非常多 騎士不敢就去硬打 二房快要好 這裡沒有先升攻擊力 而是先升防禦了 雖然人家有佔毛兵 但這個毛兵其實不用管他喔 Viper這邊沒有先升攻擊力 直接被打爆 數量也不夠 直接被反壓了回去 有點可惜 這裡也不是升攻防的問題 單純就只是 沒有二攻 這個數量一打就會打輸 很正常很正常 好 這邊打的還是不錯的 正面這一波老鷹解掉之後 家裡的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這裡可以嘗試去買一點石頭 或是去開始挖石頭 開TC 不然就是要跟對方打一波了 那這一波沒打出東西來的話 可以啦 可能會GG喔 Viper這邊領先非常多 已經領先了22村 這裡補下更多的軍銀 這裡要轉老鷹嗎 還是要轉長槍兵 繼續轉更多的老鷹 長槍兵也是有暗 OK 那還可以接受 那這張圖其實蠻多人會玩打 那我覺得玩任何的工兵國 其實都有優勢 玩這個一索BR 或是捕獵地牢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高地的距離 我們試著這個 去用工兵去控這個射程 打出這個領地優勢出來 馬國來說的話 好像就沒有太特別強的感覺 馬公是首選 這張地圖 我也不確定是為什麼 就看起來馬公跟工國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馬國對這張地圖勝率偏低 可能是兩邊都離得比較近 這個長槍兵很容易戳到對方 好 家裡 生好了重裝長槍兵 老鷹也堵在這個門口 馬普利用建築學 擋住了黑拉所有的部隊 這邊部隊看到建築學 直接選擇 所以沒有想要硬打 兵器來到了76村 打53村 馬普這邊TC 斷村斷的有點嚴重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邊對方一直強軍師打的時候 你千萬不能投鐵 一直一直要去跟對方換 很危險 頭我的端村 是必要的 塵圖一點肉 換取軍師 保護 這邊老鷹直接要往對方家裡飛嗎 但這邊看到頭子車會去追 不追 這邊想要來看 但是頭子車都已經往前走了 這燒拜佩有發現到嗎 少量老鷹去抓到對方的戰毛兵 還沒生戰毛還是毛兵狀態 這邊老鷹想要直接被砸掉 但是直接秀了一波 現在村民差距越拉越大 會要差距... 30村囉 貝拉這邊點一下手推車 好 這邊直接硬上老鷹直接扛了起來 長槍兵直接上前輸出 但是沒有打到正方的 這邊的騎士 後方的三台頭車都還沒有倒地 老鷹損失大量 這邊老鷹一定要全部硬上才有機會 上完這些頭子車 頭子車還有一隻殘血 長槍兵能拿掉嗎 哎呀拿不下來有點可惜 貝拉這邊損失了大量的老鷹 終究還是沒有人打下來 黑拉這邊的佈陣 黑拉這邊越打越穩 村民樹還是57吋沒有變多 這邊直接果斷斷村喔 換得有點慘 村民樹已經差距30吋了 87吋對57吋 黑拉這邊打出了LAG 難道他這波操作失誤是因為LAG嗎 我相信是的 絕對不是因為我是VIPER粉 我猜他說是就是 應該就是LAG吧 他的操作確實有點像是LAG 這個有點在沒有在控的感覺 黑拉這邊繼續輸出 沒有拉出你們來修理嗎 這裡不來了 有一隻村民 黑拉這邊能夠攻下這個TC嗎 要是能攻下的話VIPER就頭痛囉 經濟會直接炸裂 真的是炸裂 好 後方繞了少量的老鷹 想要來拖替黑拉後方的村民 這一隻這些老鷹進來會讓黑拉非常難受 因為騎士大部分都在家裡外面喔 家裡的騎士數量非常少 欸 不好意思 這個有點滑掉了 好 TC被拆掉了一座的VIPER 直接在後方蓋起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的主要用意是要守這個TC 還有這邊大量農田的正常的運作的目的喔 好 一桶燒命班飛的出來 家裡的騎士再續數量 這邊搭配一些TC的傷害 加上更多清奇兵 這一波雖然可以守住 但村民還是難免被打到了幾隻 好 這一波殲滅戰VIPER要怎麼解除呢 黑拉這邊的村民處只有60吋 對上VIPER96吋 VIPER一定覺得很納悶 哇靠 他怎麼可以單TC 然後爆這麼多單位 CVIPER這一探也讓黑拉已經洩漏馬腳了 就讓他知道其實他經濟沒有很好 他這邊是硬爆出來的單位 而不是真的經濟好爆出來的 所以VIPER現在本來就是分數還落後 是不是要輸了 現在又反超了 是不是輸很多 VIPER現在應該發現他現在是非常有優勢的 而不是非常落後的 這邊老一 還沒有點下二攻 這邊要硬打 可能還是會打輸 這邊要打贏實在太困了 騎士就是這麼的強 VIPER這一坨老鷹又再次送掉了 好 黑拉這邊用少量清洗兵到後方 想要抓掉VIPER的黃金礦 但這裡有洞 哎呀 VIPER直接 BBQ 好 這邊常常兵直接上前一戳 但黑拉這邊好像沒有空到 直接開打了起來 重裝常常兵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當黑拉注意到家裡的騎士的時候 已經損失大量的數量 騎士數量已經降至不到剩下20隻了吧 11隻而已 太慘了 好 這邊再度圍起來 想要把VIPER 把黑拉後面清洗兵全部收掉 這邊建築學圍得還不錯 後面槍兵 哇這裡有洞 還是讓黑拉的清洗兵給跑掉了 可惜可惜 這兩邊打得好精彩 這個邀請賽 我怎麼覺得比沙漠之王還要好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有點好看 怕我PO起來有點興奮 這兩位頂尖選手相隔快要兩個禮拜 終於又遇到了 而且還是賽事 不是天梯遇到的 好 這邊同仁一下 直接硬戳木牆 上方騎士 硬追 好 長長兵 稍微反制 有機會嗎 老鷹想要再抓 有點困難 好 老鷹再次嘗試往前 看了一下 欸 你還是沒開TC 白朋一定很納悶 你這裡也沒有TC 哇 你怎麼上下兩邊都沒有TC 難道你真的是單TC嗎 沒錯 白朋你不用再猜了 他真的是單TC 我們是上帝赤腳 所以我們知道他有多少TC 但白朋一定就很納悶 沒道理阿 分數跟我差不多 但一個TC都沒有 其實是有道理阿 其實白朋應該也知道 這樣也是正常 他是硬爆這些單位出來 經濟超爛的 等到白朋點到帝龍斯大 應該就要帝王勸退了 這兩隻輕騎兵 居然沒在做事 助手模式沒有動 好 正面長長兵戳得出來 老鷹可以再擦一下 補到這個青頭嗎 好 再一下 一槍戳掉頭子車 頭子車直接爆開 後方的勝率也要有點危險 好 可以老頭直接被解決掉 遭到的一隻老鷹 直接解掉白朋的老鷹 老頭的勝率 正面的疾病 不是疾病 長長兵全部被解掉 這邊高打低傷還是太高了 黑拉正面又再次打贏 好 終於黑拉點下了自己的第二個TC 在遊戲時間31分鐘的時候 終於有機會補下了 看到這一波打贏了 突然人生又產生了希望 當然黑拉這邊 不是 MIPER這邊經濟實在太好了 哇 聰明樹已經到了120吋 聰明差距快是兩倍了 6-6 打1-8 黑拉還有機會嗎 好 邁雅魚射手也慢慢走得出來 但魚射手二級射也沒有 彈道雪也沒有 所以出起來有點 出好玩的吧 攻擊力也沒有點好 有點尷尬 而且... 蠻有魚射手 射騎士有點偏仰 騎士的遠防太高了 好 魚尼南這邊轉出了騰甲工兵 騰甲工兵的遠防超高4防 好 魚毛見射手只會射兩滴血 好 東城堡蓋在後方 想要來控一下木區跟黃金 好 太多的老鷹 上前直接跟騎士挑戰 但黑拉這邊稍微做了操作 引開了大概5隻的老鷹 讓騎士直接跟其他老鷹做一個一對一單跳動作 這邊其實引得非常好 這個就是引兵的一個細節 好 黑拉這邊再度解掉了 Viper的老鷹 但是這邊已經升到帝王時代的Viper 黑拉還覺得有希望嗎 這波大軍應該要直接送進去喔 但是這波要送進去很困難 裡面有城堡還有提西 而且還有重兵駐守 這波沒送進去的話 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黑拉可能也是心知肚明吧 我覺得 這波不進去的話可能就沒機會了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黑拉最後的波紋 要怎麼打 直接前壓城堡 有可能嗎 不可能啊 前壓城堡 你還沒辦法上帝王時代 然後巨頭直接砸爛 好這邊直接撞 城堡 後方的騎士直接損失 黑拉 還是黑拉這邊要開始轉容 先偷點帝王 再開TC 然後蓋城堡 好 有沒有想法 可以點帝王囉 藤甲攻兵 反擊一下長槍 好點帝王時代 還有三分鐘 這三分鐘 VIPER會出什麼兵呢 好少量的單位直接 騷擾 黑拉的下方的TC 好這邊老葉已經升級好了 變成金瑞英勇士 遠防4加 三防也點下 但我覺得真的是沒有去點攻擊力真的是硬傷 如果VIPER優先點攻擊力的話 跟騎士打應該不會這麼慘 你看他真的沒有點攻擊力 只點防禦力很容易被打出差距 反正老鷹還是要先點攻擊力比較好 就是打對方騎士的事 打工兵的話還是要點防禦就是了 這邊老鷹繼續追逐 老鷹硬追 但這邊就有少量老鷹分隊 主力部隊在這裡 這邊老鷹趕快往回拉 好 VIPER這邊要給黑拉最後致命的一擊了 這邊臭命也拉得過來 想要來硬插這棟城堡 好 這邊直接開打起來 後方還有城堡輸出 騎士原地站著被A 這邊想要鑽這個洞 這個洞直接鑽進去 VIPER直接開戰 原地開打 但是VIPER的兵還是很多 戳掉了一堆馬 但是騰甲工兵可能收不完 後面有城堡 應該收不太晚吧 城堡山很高的 好 三隻老鷹也到了後方 證明越來越多兵走得出來 越來越透視機架起來 目前是8吋打了 168吋 吋差距約50吋 黑拉這邊打出了GG 哇 VIPER這場出了190隻的老鷹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是由VIPER全贏 雖然生物上是由黑拉拿下了三生物 但這邊強軍士的結果 是打輸了 那為什麼黑拉會打強軍士呢 只是因為他前面 損失太多村民已經落後了 如果打點強軍士的話 會落後更多 所以他就判斷 一定要打強軍士 把VIPER的村民打殘一些些 輸至VIPER這邊打老鷹豹 順利了抵擋住了這邊騎士的 進攻的時間點 所以讓黑拉的這個強軍士 並沒有成功 那我覺得VIPER這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3TC開農 然後又出騎士 又可以出老鷹跟長槍兵 這個東西真的是硬點出來的 所以他這邊TC delay 延遲已經到了56了 非常久 但是他這邊判斷非常正確 即時轉出大量的兵 守住家園 然後有機會再去按村民 這個觀念相當的好 那為什麼老鷹會一直持續打錯 也是因為本來就體質輸之外 二攻也沒有遲早點下 如果先點下的話 那疾病錯的時候傷害也會更高一些些 但也是這是我個人看法 但是也是有些高手 也是會優先點二攻的 打擾硬的情況下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